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在某中文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有人认为现在搞垮土共就差这个临界点了 并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上街对警察诉诸暴力并致死 其他人看见了都能够跟随一起行动 把整个城市的共产党员都清楚 那么搞垮土共便指日可待,大势可成 我看完这篇帖子,全当作是一个搞笑的内容 因为我真的无法想象,在当下环境中 还有人会认为通过这种诉诸极端暴力 一呼百应群起而公之的方式,可以结束中共的统治 即便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也会让我认为 这种假设除了暴露你并不高明的所谓幽默感之外 更多的可能是暴露了你对中共统治的简单粗暴的仇恨意向 因为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脑回路 即便我们沿着这位话题提出者的思路去讨论一下 也会发现这是一句废话 那么关键就是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达成这个临界点呢? 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 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杀死人 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可是哪一回成为百姓种植城城一心抗共的临界点了呢? 哪怕就是几个月前 中国墙内刚刚经历的四通桥事件以及白纸运动 大家高声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可是最终的结果也并没有出现什么临界点 似乎每一次大规模的反抗 都成为了中共改变对内统治制度 加大高压态势的原因 反抗少了 中共就更肆无忌惮了 可以说 这个临界点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永远没办法达成 因为所谓的临界点 就是社会矛盾无法化解最终崩盘的那一刻 但是中共统治中 他们既懂得施加高压 也懂得在濒临崩盘时泄压 公共政策上暂时的舒缓民怨 以及私下里 对组织煽动矛盾对立者的抓捕和迫害 让绝大多数中国人 在根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 就结束了一场厄运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厄运的启蒙 比如在当下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墙内 连疫情两个字都要成为禁忌 不允许任何媒体和个人提及 在凤凰新闻27日的报道中 将疫情改写成口罩 中国的相声演员在最近的直播中 也讲疫情二字改口说成口罩三年 这种集体的遗忘 对伤害选择集体回避 除了中共诉诸暴政的铁腕统治之外 也有百姓索性选择集体遗忘 集体无意识的现实状况 因为所有人都麻木了 都觉得反抗也没意义 那还不如活一天算一天 说到此 我们就聊聊今天题目中的中国崩溃论和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身为海外反贼 我们总能看到互联网中充斥着中国崩溃论的说法 动不动就是习近平要完了 共产党要完了 中国崩溃了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共依然统治得好好的 习近平完成了三连任 仿佛不靠谱的 反而是我们这些海外反贼 让我们看看这些幻想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一带一路到金钱外交 从王立军案到土地财政 从国进民退到器官贩卖 从三年防疫到动态清零 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收集起来可以变成一片草原了 这是一种精神成瘾的幻想 这次不行就有下次 难怪中国的小粉红可以在中共的引导下 去嘲笑海外的这些反贼 但凡有点自己的判断逻辑 都会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对中共的统治深恶痛绝 对它的红色意识形态的输出感到厌恶 但如果我们也通过制造崩溃论来表达情感 那么本质上我们与中共也没什么区别 就会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输出的怪圈 这与中共整天宣传美的崩溃论 没任何区别 再说回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帖子 把反抗简单的诉诸无组织的暴力 其实在中国墙内并不缺乏暴力行动 那为什么墙内的暴力行动之后 会一次又一次进入下一个轮回 因为暴力行动之后 社会再怎么走 没有人能够想清楚 把建设搞起来 没有人能实现向民主社会 从下道上的权力结构 没有人能制衡暴力德权之后 顶层不断膨胀的权力 说白了 大家都是在推翻一个皇帝后 自己尚未成为了一个新皇帝 谁都知道人总会死 没有什么政权是永远的 但成天一银隔天很快就死 并以此为乐 我觉得应该去找心理医生看看 已经期待的太高 如果短期不能满足这种期望 就很容易变成那种觉得 中共永远也垮不了台的魔争人 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 不过是一体两面罢了 实际上以杀人作为主要手段的暴民 根本就别指望能起什么作用 暴民本就不分是非的 也没长性 总是会局限在短期利害中无法自拔 初期会被中共的政治攻势 金钱收买和轨迹利用搞得焦头烂额 中共本身也是一种暴民 但它是有披着一层政治外皮的暴民 政治流氓比一般的流氓优势明显 暴民受限与奴役每天有两窝头 饿死的慢都不会造反 是众所周知的 因要维护自身的自由与人权完整 自由世界的人也不会去利用暴民 想明白了欢迎成为公民 想不明白请在价值挖地继续思索 基于类似理由 在反抗强权暴政的道路上 我们同样排除刘仲敬主张的军阀路线 军阀路线比暴民路线快很多 可以说是武装化的暴民 对镇压民众毫不手软 以免用受害者尸骨堆积成权位的阶梯 另一边进行权力斗争 是暴民行动的中间产物 通常会有某一个军阀 从权力斗争中胜出 在镇压暴民 也有很大几率出现统治失败 反被暴民镇压的情况 无论是暴民还是军阀 都会陷入再次治乱循环的奴役 不值得民众买单 或许中共也正是吃准了这样的一套逻辑 无论是暴民的武装斗争 还是军阀路线 任何一种抗争 都无法改变陷入循环的命运 而这一切的本质 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民之未开 我们无法建立一个 跳脱历史循环的认同基础 也就是说从本质上 中国墙内的价值观 不足以支撑这里的人民 跳脱历史循环 坐在价值洼地的井中观天 一片乌云掠过就是末日的黑暗世界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